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红军在发展壮大过程里是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的 好在都在毛主席、朱老总等的领导下都化想为夷,有惊无险 今天讲一个模仿毛泽东笔记,伪斗毛泽东信件,试图扰乱从一方面军,挑拨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的关系的故事,他就是从远中,他也算是青年才俊,不到三十岁就可以独当一面,工作能力挺好, 平时喜欢书法,尤其是喜欢模仿毛体,他通过长时间刻苦练习,模仿毛主席的字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,他受人指使写了封毛泽东至古板的信,企图破坏红一方面军团结。 古板是毛泽东在井冠山时的秘书,从远中伪造了三份毛泽东信件,分别送给了朱德、彭德怀、黄公略,索性,彭德怀、朱德和黄公略,都是破了质疑阴谋,红一方面军一就团结一致,没有受到挑拨,彭德怀还派专人把信送给毛泽东,很多年后,毛主席还说这件事处理得好,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